哈喽,我小仙,圣诞节快到了 今天来做一只可爱的圣诞小麋鹿 准备一张正方形纸,先来折出两条对角线 下面的尖角折向中心点 沿这条折痕对折 沿竖着的这个折痕进行折叠 从中间撑开,这条折痕和下面这条线对齐压平 翻到背面,右边的尖角撑开压平 这条斜边折向中心线,左边的斜边相同光法进行折叠 压出折痕后展开,沿折痕塞到里面 沿这条交界线,折叠 左边相同方法进行折叠 旋转180度 这个小尖角,向这个点的方向进行折叠 尖角要出去一点,这里是麋鹿的小耳朵 右边相同方法进行折叠 从这个点开始折叠,这条边要落到刚才小耳朵的尖的位置 右边相同方法进行折叠,两边尽量对称 然后从这个点的位置开始折叠,这个边要落到这个尖角的位置 右边相同方法进行折叠,下面部分翻到上面,这个尖角折向这个直横焦点 再对折一次 第三次进行对折 然后这个尖角位置给它塞到这个里面 下面的这个尖角折叠一点 头的部位就完成了 再取相同大小的这旁影子,对折 下面这条边折向中间折痕 展开,下面这条边再折向最新的这个折痕 上下进行对折 展开,左右两条边折向中间折痕 从这个折痕的点到上面的点进行折叠 左边一半相同方法进行折叠 然后再从这个点到下面的点进行折叠 从这个点到下面折痕的焦点,尖角向上折叠 右边相同方法进行折叠 再沿这条线,下面尖角向上折叠 沿这个折痕,尖角再一次向下折叠 注意这里尖角会突出一点,这里是麋鹿的小尾巴 上面这条边折向和它平行的第一条折痕 斜着的这个边折向上面的边 最后沿中间折痕进行对折 鹿的身体也完成了 喜欢我的视频点赞关注一下吧,拜拜